你們看看這條影片 它介紹的光線感應器 好像可以應用在學校的自然覺 對,不如我們一起做吧 Yeah, 搞定了 我們快試試這個光線感應器 看看可不可以 沒有反應, 為甚麼 這樣可能是輸入的程式出了問題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MECA小隊有五百倍正能量 不如我們試試找相關資料 說不定會找到解決方法 怎樣?找不找到有用的資料? 不如我們試試去問Mess Zhang Mess Zhang Hello MECA小隊 我們遇到一個難題 不用灰心 其實除了中文書之外 在外國網站都有很多關於MECA的資料 不如你們試試上網用英文 搜尋一下光線感應器的資料 好了,那你就試試塗這個字 好簡單,即是等我來 Sensor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蛤?不是應該這樣讀嗎? S-E-N Sen 再加Sorry的梳馬 你們找到資料沒有? 我們找不到 我們讀了很多次Like Sensor 但是都沒有資料 難怪得 你把Sensor讀了為Sensor 雖然Sensor和Sorry這兩個字 都有OR 這個發音 但是Sensor這個字的後半部分 是要輕聲的 所以我們就不會讀成Sensor 我們會讀Sensor 原來是這樣 等我再試一次 Light Sensor OK, has foun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找到了 光線感應器成功了 有反應 各位小朋友 如果想成為小MECA 除了要動腦筋 動手造 和動協作 有良好的語文基礎都很重要 現在網上有很多關於MECA的資料 讓我們隨時去發掘 所以我們要學好PHONICS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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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